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大概叙述一下这套房子之前做了哪些改变 这套房子之前是一套出租屋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地台换新的 然后把油漆重新刷了一遍 所以这些是非常基本 而且是花费非常非常少的装修成本 不过因为房子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阳春 所以我们就感觉不出来家庭的气氛 有home的感觉 所以家庭温馨的气氛 其实是制造买气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摆设了很多家具 装饰用品 甚至是漂亮的画 来增加这套房子的生活气息 大家有没有觉得之前 就没有办法记忆深刻 可是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房间 甚至这个空间的规划呢 就给了你很多的灵感与巧思 让您可以想象自己未来 如果搬进来 可以怎么样放自己的家具 甚至呢每一个生活区域呢 可以做哪些活动 没错 这就是staging的最大功能 staging呢其实呢 就是一个帮房屋我们的家 做一个造型的工作 所以呢我可以说是 房屋的造型师 给他一个特别的感觉 让他更有形 这样子呢 这个房子在市场上出售的时候呢 它的竞争力自然就比 其他没有staging的房子来的高 甚至呢我会这么说 staging的风格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制造出来的风格呢 是刚好合乎我们设想的这个 买家的家庭成员 家庭背景 那当然他们一进来 就会非常的有feel 非常的有感觉 所以呢我们造型师的工作呢 就是要制造这个感觉 好的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希望这个之前与之后的改变 可以给大家更多的巧思与灵感 如果您对于买房卖房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与我联络 我会非常开心的为大家解答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